供僚区双域里下双溪街13号道路下边坡挡土墙及护岸新设工程 最近已经完工 供僚区区长柯建辉今天和双域里里长吴永斌一起到现场视察完工后的情形 道路不仅拓宽也有新设护栏 让民众通行更安全好行 好我们这边是供僚区下双溪的一个产业道路 那这个道路因为它那个原本的路幅非常的狭小 同时道路旁边的那个高差比较大 所以民众在那边行驶非常的危险也很难会车 那这次特别感谢我们养工处的一个 这个机费的一个资源 我们可以做一个道路的拓宽 那同时我们也增设了道路的护栏 让民众行驶可以更安全跟便利 产业道路太狭窄 加上没有护栏导致有民众衰落 这样的情形就发生在供僚区双域里下双溪街13号这里 里长吴永斌直言道路本来就不宽 加上没有护栏 之前就发生过民众骑机车衰落到边坡的事件 之前就是有一些老年人他骑车的时候 可能我们当时还没有做护栏的时候 有道路滑施滑的时候 他会滑到路面的高低差下去 也有导致过里民的受伤 后来因为驱公所发现到 这个是一个危险的路面 我们去努力的争取费用 去谢谢新北市政府养工处 还有公务客 他为我们争取这笔费用 把危险的道路改善完成之后 现在里民非常高兴 公务区区长表示 下双溪街13号道路为主要的连外道路 该道路路段狭窄没有办法汇车 道路衔接周边土地有高低落差 现况无护栏等安全措施 严重影响用路人安全 因此公务区公所设置钢板护栏 及避车道等保护措施 确保民众车辆通行安全 借陈威共聊采访报道